描动心理学 你可知道 药引者在出狱之后再犯率高达50.6% 其中超过五成九的人 于一年内再犯 而出狱后六个月内最容易再犯 根据研究指出 导致药引者再犯复发的主要因素 除了是生活的适应之外 也是因为难以适应生活 而引发的羞愧感 和对自我的副相评价 对未来感到万念俱灰 而产生无妄感 于是再次使用药物 来调节这不舒服的感觉 换句话说 研究者发现无妄感 会影响药引者是否使用药物 也发现希望感 对于抑制药物的使用 是有效果的 因此希望感被认为是 药物滥用复原的重要因子 对慢性成瘾者的心理恢复 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为什么希望感能协助药引者 适应生活 希望感等于知道努力的方向 加预达成目标的方法和欲望 什么状况之下 让你对于未来是有希望的 对于未来是有一定的规划的 认为自己有力量和勇气 去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 没错 这种因为目标而产生动力 并认为自己可以达到的状态 就是希望感 而希望感除了能够让要求赢者 知道自己对未来想要什么 也认为自己是有力量达成的 于是积极找到达成目标的方法 希望感是如何运作的呢 纵然对于未来是有目标 也知道如何前进 但是在行动中 仍会面对许多疑惑与不肯定 因此希望感有三个重要的元素 协助要引者学习自我对话 借由自我指示和坚定的自我陈述 激励他们达成目标 来增加目标达成的可能性 这三个重要元素分别是 个人学习史 前事件 事件皆续 这三个元素 影响个体对于目标达成的态度 同时也会影响其是否有动机去思考达成目标的策略 因此 高或低希望者对于结果的评估与预期截然不同 比如 高希望感者因过去成功的经验 对于未来保持乐观态度 就算遇到阻碍还能持续地追求目标 相反 低希望者因为过去负向的经验 在遇到障碍会因为负向情绪而丧失希望感 希望感与要引资商的实物应用 承接以上 若要在要引者身上应用希望感 则需引领个案从个人生命经验中找寻和确认希望 找到目标 再透过工作同盟提升希望感 强化和发展追求目标的方法 接着 再增加希望 强化行动的持续性 提升目标达成的觉察 增加希望的思考 以达成目标 如下 一 不带价值的判断贴近个案 同盟的建立是必要的 如同理与接纳个案面临的困境 肯定其戒毒与回归正常生活的企图和信心 协助个案的肯定和了解戒毒的重要和困难 二 协助其叙述希望目标 强化主动思考 透过邀请个案 透过叙说 厘清对未来的目标 接受自己的限制 进而提高追求目标的动机 而能够主动思考 三 确认欲达成之希望目标 激发路径思考 透过描述希望目标 和过去的成功经验 寻找达成自我价值的其他可能性 同时协助其决察 简化路径可能会面对的僵局 以脱离单一化的思考脉络 并延伸路径思考 自主的思考 也将提升目标的主动思考 四 强化行为的持续性 觉察目标达成的行为 接纳自己的限制 而不排斥求助和资源的协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